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共七常委在三中全会前进行了一次权力洗牌 李希成功夺取了蔡奇的权力 这次变动引发了党内外的广泛关注 接下来中国北部地区正遭遇严重的高温和干旱 特别是河北和山东的农民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最后英格兰队在即将到来的2024欧周围中面临三大困境 包括左后位位置的空缺 中场和后防线的压迫能力不足 以及球员们需要应对来自前球员和媒体的巨大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专访中深度解读了中共党内的复杂局势 指出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边而被清洗 而习近平则将中共带入了习天下的新阶段 接下来中国北部的高温和干旱让农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特别是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农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最后英格兰队在即将到来的2024欧洲杯中面临三大困境 球队需要在左后卫位置中场和后防线的压迫能力上做出改进 同时还要帮助球员应对来自前球员和媒体的巨大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武龙虎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是来自哈佛的两位教授 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 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已具备向黑人提供赔偿的先例和资源 这个议题虽然政治上充满争议 但在美国各地越来越受到关注 比如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 已经实施了全国首个政府资助的赔偿计划 尽管面临法律挑战 接下来 总统拜登在他的2024竞选中 将矛头对准前总统特朗普 称他比以前更危险和极端 拜登的竞选团队已经花费超过1.16亿美元 在电视和广播广告上 试图吸引那些对主要政党候选人都不满的摇摆选民 最后 最高法院维持了对家暴受害者的禁枪令 这是自2022年扩大枪支权力的裁决以来的 首个重大第二修正案决定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强调 宪法允许法律解除被认为危险的人的武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南方的强降雨情况 近日 广东省等地连续遭遇暴雨 洪涝灾害打破了历史记录 锦梅州市就有至少47人因水患丧生 灾情十分惨重 中国政府警告 极端天气还在向其他地区蔓延 当地的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都在不断增加 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 台湾立法院否决了行政院提出的国会改革复义案 这意味着备受争议的国会改革无法即将生效 虽然行政院和民进党立委誓言将提出是现申请案 但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联手推动下 立法院已经以62票对51票通过了否决复义案 这场政治斗争还在继续发酵 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冲突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中美之间的最新动态 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及其三名高管实施制裁 原因是该公司与台湾签署了军火协议 这是中国对美国持续对台军售的回应之一 虽然这些制裁更多是象征性的 但也显示出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六度台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梁骏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聚焦于美国总统选举 现任总统乔 拜登的竞选活动正面临财务挑战 因为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被定罪后获得了大量捐款 两人的竞选资金差距正在缩小 特别是神秘富豪帝莫西 梅隆捐赠了5000万美元 给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竞选捐款之一 另一方面 前纽约市长迈克尔 布隆伯格也捐赠了近2000万美元支持拜登 但这还不足以弥补差距 特朗普甚至提出 如果再次当选 将为美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发放绿卡 但他的竞选团队后来收回了这一立场 拜登竞选团队则发布了一系列视频 显示特朗普在公开场合中显得困惑和迷茫 以回应共和党对拜登健康状况的质疑 前马里兰州州长拉里 霍根表示他不希望得到特朗普的支持 即使他已经收到了这样的支持 纽约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拜登以47%对39%的比例领先于特朗普 这个差距比2020年的选举要小 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 否认了对2026年奥克拉和马州州长 竞选感兴趣的报道 称这些报道是假新闻 明镜新闻台 在一个最新的播客节目中 特朗普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他声称当时中央情报局 CIA 施压阻止他公开所有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档案 特朗普表示 他当时已经公开了很多档案 但被告知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剩余的文件 他还谈到了其他话题 包括他的政治对手拜登总统和即将到来的辩论 这一言论无疑再次引发了人们 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阴谋论猜测 此外 明镜新闻台还报道了中国的内部动态 指出王小红对习近平有托估之恩 并且习近平正在彻查军队的虚假作战能力 彻底整顿战力 华盛顿邮报则揭露了中共养大缅甸四大家族的内幕 这些家族深度参与一带一路项目 成为区域内的经济怪兽 在国际外交领域 中国和尼日利亚政府兼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与尼日利亚外长图加尔出席会议 听取了两国在政治外交 文化旅游 经贸 农业及安全防务等方面的合作报告 王毅表示 中尼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 面对变局和挑战 要充分利用政府兼委员会机制 不断凝聚共识 推动合作 为中尼中非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特别是在基建 贸易 金融 新能源四个方面 两国将共同推动经贸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图加尔高度评价了首次全会的成果 表示这充分彰显了尼中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真挚友谊 愿同中方继续深化互信 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国威胁将判处顽固台独分子死刑 加拿大之声 中国对上个月就职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不满 称他是分裂分子 并在他就职后举行战争演习 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文件 强调中国法院 检察院 公安机关 和国家安全机关 因依法严惩台独分子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根据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 分裂国家罪的最高刑法是死刑 文件详细列出了哪些行为会被惩处 包括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进行对外官方交流 以及镇压推动统一的党派 团体和人士 此外 还增加了一条其他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为 意味着规定可以被广义解释 台湾的大陆事务委员会批评北京的举动 敦促台湾人民不要受中国威胁 强调北京当局对台湾绝对没有管辖权 马来西亚启动 临选第二个5G网络运营商 马来西亚通讯部部长法米宣布 已要求通讯和多媒体委员会启动该国第二个5G网络的运营商招标工作 预计招标将于今年第三季度末到第四季度初完成 马来西亚于2021年启动首个5G网络建设 由国家数码有限公司负责 并选择瑞典的爱立信公司作为合作伙伴 政府此前表示 当首个5G网络达到一定覆盖率后 将挑选另一家公司建设第二个5G网络 以结束国家数码有限公司的垄断地位 法米表示 此项招标工作的启动 将令马来西亚逐步过渡到双5G网络运行模式 旨在打破垄断 促进网络运营商良性竞争 从而让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享受到更低的价格与更好的服务质量 为时代站台的抉择时刻 联合早报 如果说目前的后全球化新冷战已经成局 可能形成破局的一大临界点 就是发动清乌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刚在瑞士结束的乌克兰和平大会 起到为各国在当今世界大格局站台定位的作用 多达92个国家8个国际组织包括57国的元首或政府首脑 出席了本次和平大会展示出不同的战队和分野 大会最后发表了一个相对克制与平衡的公报 发出不以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等呼吁 有80个与会国在最后公报上签字 但一些重要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却没有签字 包括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 这表明尽管各国关注、和平危机 但在没有俄罗斯参会的情况下 有些国家还是试图在对峙的格局中保持中立 或高高挂起的立场 在卢森堡的会晤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与卢森堡首相弗里登和国民议会议长维斯勒 进行了深入交流 丁薛祥强调了当前世界局势的复杂性 并呼吁中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 反对保护主义 弗里登则表达了卢森堡对华友好的坚定立场 承诺继续推动双边合作 特别是在科技和绿色转型领域 维斯勒也重申了卢森堡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 并赞扬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贡献 表示愿意加强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 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 自由时报 新北国王在PLG总冠军赛中夺冠后 董事长王文祥召开记者会 宣布了关于台湾直篮未来走向的重大消息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王文祥是王永庆之子 家族企业实力强大 他在2021年成立新北国王 并成功在第三年实现夺冠目标 本季球队通过重金引进林书豪等球员 最终成功封网 王文祥宣布发放4000万元奖金奖励求援 同时表示将对台湾直篮联盟的未来发展发表重要声明 这一举动引发了关于两大直篮联盟合并的各种猜测 自由时报 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复议案表决中投票 引发了关于议事中立性的争议 民进党质疑韩国瑜违反了议事中立原则 而国民党则认为议长有权投票 作者张宝元指出 不同国家对议长中立性的要求格不相同 但台湾法律明确规定 立法院长应本公平中立原则行使职权 尽管法律赋予立法院长在表决僵局时的决定权 但频繁行使这一权力将损害议长的中立性和公信力 张宝元强调 立法院长应谨守中立 以维护议事秩序和法律精神 否则将退回到党同法裔的状态 自由时报报道 副总统萧美琴的堂哥肖文雄 因张化县议员施家华当选无效遭解职 将由落选头肖文雄地步 肖文雄表示 两个多月前已在肖美琴的推荐下加入民进党 并且民进党的入党规定下 他并无双重党籍问题 民进党县党部主委杨富军确认肖文雄已完成入党程序 而国民党县党部则表示将直接开除其党籍 此次张化县议会的政党席次大洗牌 国民党因多名议员解职籍退出 席次减少至24席 失去过半席次优势 民进党在肖文雄入党后增至17席 民众党和无党籍议员席次也有所变动 自由时报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良上任后对线竞选证件发放电动机车 随之引发许多争议 民众关注限量申请导致半夜排队增加区公所业务量的同时 更担忧上万辆电动机车将出现市区和社区衍生充电桩不足及火灾问题 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表示 全市现有50座机车充电桩应足以负荷今年需求 但部分区公所的充电桩尚未获得台电送电 台电基隆区营业处副处长李秀碧解释 为送电并非台电问题 而是业者施工管线未完成 消防署提醒 电动机车火灾应立即通报119 并持续以大量水隔离与降温 避免再次复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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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